字幕視頻 好了 我們繼續登入 嘗試看看會不會繼續活動 買了背包和腳 不要再生死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看看這關公告 其實是送了很多東西 包括100萬紀念 我猜不到以高達這個明星 只能短短在超過一星期 才可以有100萬人的突破 還要這麼多人刷首抽的情況下 這遊戲實在太差勁了 這100萬的慶祝非常寒酸 我們看看有多寒酸 第一天會有EN的回復券帶 就這樣寫出來 是很搞笑的 沒有數目的 但其實是5張的 寒酸得來 還要這麼懶惰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接著是送些顏色 標準抽蛋券 至少有10抽 100萬這些這麼厲害的紀念 竟然只有10抽 OK 沒問題 還有顏色 顏色送3個我覺得還可以的 白色的顏色挺漂亮的 調色盤 本體白色的顏色挺漂亮的 另外就是連線 因為連線成日異常 停止了競技場 今後對應什麼什麼77 都是這些東西了 其他方面有沒有更新呢 沒有啦 都是舊公告 看看這個吧 這個死傷的補償 都是很雞辣的 我們先看看 咦 它雞辣得來 又不是很雞辣 我們先看看 如何雞辣得來 又不是很雞辣呢 停了競技場 會有80個競技場 HELLO 晶片又是800 好心你送9500吧 大哥 十抽吧 800 當作是5張的EN 然後再送EN 回復大5張 然後是60萬的錢 嘩 真的... 原來BANDAI是忍辱負重的 你知道嗎 因為它故意弄死伺服器 令到有東西送給我們 這裡800 加多5張大券 再加多5張大券 加5張大券 然後再加800 一個可以回復18次的體力 當作是2000多體力 但仍然未夠打完活動 對呀 大家應該要補貼一點 如果是這樣 另外就是花費時間進行修正作業的補償 這個有6天發送的 HELLO 晶片有150乘以6 唉 沒什麼特別 我先抽一抽東西 我先拿一些東西 不是先抽一抽東西 現在有5個EN回復券 然後是60萬 然後是晶片 然後是競技場硬幣 對 競技場硬幣非常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LIKO 已經有很多朋友 弄出了一部金光閃閃的高達 怎麼弄呢 回到商店 接著我們再去硬幣交換 去競技 競技來說 先把所有東西都換掉 全部都沒有限制 但我們把所有高達都換掉 好 換 換 嘩 差一點 換 這樣一腳有了 嘩 其實同樣是連結了這麼久 我不看到它有... 其實真的可以送多一點 你看到谷花不斷轉... 轉到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嘩 發生連線錯誤 OK 發生連線錯誤不好了 在拍的期間 我覺得這些要緣執完美 不能刪斷 好 我們繼續登入 嘗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繼續死傷 傷法真的太差了 趁動了一點的時候 就買了背包和腳 不要有死了 我想好地地拍影片而已 為什麼不行呢 大家接著這樣做吧 換掉所有的... 這些... 呃... 呃... 換掉所有的零件 OK 換掉所有零件之後 有什麼作為呢 其實也挺簡單的 我們換掉所有零件 然後呢... 嘩 我頂了 又厲害了 沒問題 這是我的問題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把平民神器 這把平民神器看起來是...沒什麼大不了 樣子很壞 但按下去其實也有B加的威力 冷卻時間初次是8秒 最終冷卻時間是30秒 也可以被我們突爆 然後這裝備會橫掃四周的敵人 其實是打範圍的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摩斯這部機器的話 它的近距離就是瘋狂... 不是瘋狂 是一下大範圍地變成了 我們去看看 究竟那招近戰 到最終的能力是怎樣呢 我們顯示最大能力 其實這武器如果達到80 它的格鬥攻擊力是有2593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可能會... 咦? 不過我暫時沒有一把紫色的武器 原生紫色的武器 所以看不到 不過沒關係啦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一件神武 我們在收集中可以看看 TURN A這裡拿到一個非常型格的顏色 這是金色的顏色 對 這是金色的顏色 我們可以變成金光閃閃的機體 這就是拉群很多朋友 換完整部機器之後 將這部機器變成金色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其實它也有亮面的效果 蠻漂亮的 問我用不用呢 問我是否要用呢 是否用呢 我覺得是漂亮的 對 這種顏色是蠻漂亮的 大家趁時間去換吧 另外 我覺得這個競技幣 其實相當多東西可以換 就是有覺醒迴路Y 覺醒迴路... 其實我覺得它有45次換 我們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可以把很多的藍裝變成紫裝 另外人物是24 人物相對沒那麼多 我覺得24是合理的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 即是本身的機師都可以換 這個機師用雷射武器... 用雷射屬性武器射擊武器的時候 最大的裝填數是提升9 這些都是很方便我們去突爆的 還有什麼值得呢 看完那把武器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其他的技能吧 頭部也是相當有用的 頭部可以幫助我們加上格鬥攻擊30% 當然升爆了之後就不止了 對了 但是... 角色其實我覺得比較難看 如果你能接受的話 你也可以用的 接著就是這個... 什麼東西... IF 裝槍 這個就是... 咦...這麼有趣的? D級的雷射射擊武器 其實我覺得這個沒什麼用 這個沒什麼用 但是它可以限制著正在行動的敵人 對...很有趣的 我不知道... 我遲些測試一下這部機器 如果是的話 這部機器很有趣的 接著是飛行組件 就是以飛行組件去... 什麼...加速之後呢 急劇加速之後 發射分離組件 這個就是我們玩高達的時候 可能我們玩GVG那些高達遊戲的時候 上下分開 接著就要來避免技能 但是...我不知道 Gundam Breaker 還能否做到這麼細緻的東西 整部機器就是S機器 你說厲害不厲害的話 剛才那把帽子 都可以升到這麼高的攻擊的時候 我相信其他零件都不會太低 不過你說要由藍色升到金色的話 當然啦 資源就浪費了一點啦 對啦 資源就浪費了一點啦 而且我覺得這部武器的武器比較... 我覺得這部武器比較搞笑 這部武器是這樣的 我自己改過顏色吧 但真的一般 如果你說這部發光顏色有沒有改其他 改綠色 真的不漂亮啦 這部武器很奇怪 對啦 還是用之前的顏色啦 就這樣啦 這樣就比較好 這顏色就非常漂亮啦 大家就謹記要拿啦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多的公告啦 因為這遊戲也很嚴重啊 大家看到 整天又死亡呀 又有活動呀 補償呀 我覺得全部都超級汗啦 哈哈 當然啦 你說玩不玩下去 我暫時還是做一個無課金的玩家啦 現在就63呢 報告一下情況 143的EN 然後哈佬幣 我應該下次活動 應該怎樣也有13000吧 它補償了這麼多 希望下次有抽蛋給大家看吧 今天這部影片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